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時事中文 平 很容易 水果 我想問你 平果一定是水果 但有些甚麼 除了我們再說蘋果 有甚麼水果 還會成為類似蘋果的商標 或品牌名 大家也知道 香港人是蘋果日報 電話是蘋果 美國是蘋果 還有中間特別意義 代表很多東西 蛇果 除了蘋果之外 香蕉 Banana Republic 三個牌子 但不知道還有沒有 修了還是還有沒有 我想在orange 以前的電訊箱 很漂亮 如果你說電訊箱 Mango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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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牌子 有 我只想這些 還有檸檬好像也有 檸檬也有 我記得好像有 但我覺得始終最厲害 都是蘋果的 我都匹迫 因為如果在西方文化的疑心 即是直入得心 即是典籍 白雪公主也是吃蘋果 是的 童話故事多 聖經典故事也有 所以其實它是 你用它來做一個反差 很潮流 是的 所以譬如 你蘋果以前也咬一口 即是 那件事代表什麼 即是它是 因為它是來於 聖經典故事 我想說蘋果 因為大陸也來了 很厲害 又有無牌蘋果 不是 它有一張MTV 叫做小蘋果 就說 剛剛獲獎 打入2014年 全美音樂大獎 全美 即是美國 是的 那麼厲害 我立刻上網看看 歌就自己上網看 真的很容易 但有什麼版本呢 現在紅到的地方 就是包括有韓國女生翻唱的版本 包括有一般大眾的廚師版本 有機械人版本 即是 像什麼 Golam Style 那個風情 即是外國人只是瘋狂 因為那件事很 很另類 因為所謂另類 就是有少少少少個常識 就是 在外國人拍這個地方 那個MV 很奇怪 不像他們 又有些像他們 因為那個MV 就是他們想出來的東西 是 但它的執行 音樂 歌詞 你覺得介乎於好像不是我們 它是別人的東西 所以你覺得很搞笑 但我經常覺得這些西方人 看我們 例如Garland Style 甚至是小蘋果 它都是用一個恥笑的角色 去玩這件事 頒獎 之前不是孔慶祥 我想這件事 我想世代都不同了 我想十年前 你剛才說的所謂 什麼 Shubank 那些 只是Timeswake 才是訪問 或者想法 可能是離於一種 可能有少許嘲諷 對 但現在的流行文法就是流行這件事 流行古怪 對 流行嘲諷和無聊 假設 當它變成這樣 對 當你Youtube那麼旺 是 完全可以走滿一堆 就是中了位 所以它最後紅了 我覺得 多久 也反映了 網絡 令中國流行文法 實在過去 第二 也反映了流行文法 看事情的方法 這件事